这个问题你们也看到了 你觉得婆家把你当外人 老公却要求你对婆家 要像自己家人一样 不然就离婚 你不愿意 就对你意见特别大 对你不好 但是孩子又小 又离不了婚怎么办 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他就是故意找茬 不想碰你 就是想和你离婚 如果你不离 他就用这个理由找茬 然后这个茬可以一直找下去 因为这个理由他认为很合理 那第二就是他的观念 根深蒂固 而且从你跟他谈恋爱开始 你其实就是知道 他家就是这种情况 他家的其他媳妇 也是这么接受 且无条件服从过来的 这是他们家的家风 咱不论对错啊 就是他们家家风 所以是你接受不了 你想要改变 他和大家人的观念 那这就是你的问题 那对他这两个想法 我觉得你得有一个认知 第一就是 过年聚会 媳妇都不能上桌 闺女做主 他一直没觉得有问题 这句话说明什么 说明就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真的是比较难改的 而且你越和他的这种想法对抗 他就越会强化 你就是不把他当家人的想法 他就是会认为 既然你不想跟他们成为家人 那你就是错的 你就应该离开 那第二是这句话 如果我不能像他一样 对待他家人 你们俩关于如何对待家人 这件事情商量过吗 你具体了解过 你老公希望你什么地方 像他一样对待他家人吗 你俩有没有具体聊过 我个人觉得 你俩没有具体的聊过 就一二三二聊 也没有协商谈判过 你就单纯的坚定跟他斗 最后你肯定会说这段关系的 那第三是这句话 我做的不好 所以他不想亲近我 这句话再次说明 你俩对好的标准 是不一样的 有了这个认知 那我建议这件事情 可以有两个方法去处理 第一是你去和他 统一好的标准 你让他提具体的事情 来定义这个好 一定要具体 就是怎么做怎么做 就要对我好 或者对你家人好 不要特别虚的说 你只要对我家人好就可以了 这句话太虚了 他提完了 有些事情 你肯定是可以做的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的 那你选择性的 只去做那些 你接受的事情 做完了就要跟他说 你看我做了 强化他的印象 对你没做的事情呢 慢慢淡化和模糊处理 先不要提 不要理 因为先慢慢恢复关系 这是对你来讲最重要的 第二个 不用纠结他怎么对你 他的目的是和你离婚 你的目的是不离婚 那你先不要管他的目标 不要管他的目的 你管好你自己的目的就行了 在不离婚的这个大前提下 他还有哪些方面 是你必须要用到的 你就着重的去解决 你需要用的那方面就好了